有的人已年过七旬 性生活方面依然生龙活虎 而有的人明明是在壮年 在性生活上却总是力不从心 对于男性来说 超强的性能力是让他们在女人面前能更有魅力和自信 当有爆发的感觉时 要抽出或暂停抽动 这样暂时吸引你的导火索 稍后片刻再恢复抽动 一张一池便可明显延长性交的时间 当你兴趣昂然的时候 你的那个会收缩上局 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 这时可以请他帮你松拍油门 向下牵拉 这样可以使你绷紧了神经松拾下来 当就要冲刺的时候 晚上下跑道抽出来 让教练用食指和中指置于那的的冠状勾上下 拇指放于对应部位 性情捏起 每捏起三到四秒钟放松一次 闭住你的气门 反复进行直到你的性兴奋性降低下来 降低重心可以节省你的体力 松弛你紧张的肌肉 让它替你跑一段路 侧卧室 女上市 女上市 做事都是不错的选择 性猛力用尽废退 上了年纪并不意味着要终止新生活 如果太久没有新生活 会导致性能力下降 内分泌失调 性功能加速老化 相反保持规律和谐的性生活 有利于增强神经系统功能 保持性活跃 良好的心态能够减少心脏负荷 降低血压 就相当于给性器官上润滑油 能够更好的运行 通达乐观还能让婚姻稳定 夫妻感情融下 一些男性觉得体力不支时 会选择壮氧药物进补 殊不知胡乱进补可能适得其反 与补品相比 停食饮食 注意营养更重要 男人应多吃寒心的食物 和其他有异性功能的食品 如小米 莲子 核桃等随着年龄的增长 性激素水平也会不断地下降 在医生指导下适当补充雄激素 有助于保持性能力 减缓性衰老 沟通之道 谨言盛情 亦语成衬 亦语成仇 在与女性相处的过程中 过度轻率的言辞往往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有些话题即便你心中有数 也应该保持沉默 不宜轻易发表意见 很多时候时候 破坏一段美好的关系 并不需要太多的行为 有时候只是一句不经意的话 甚至是一个不当的表情包 就足以引起误解 这些误解一旦形成 想要澄清却异常困难 初时阶段 尤其不宜轻许诺或者夸夸其谈 过大的承诺 很容易被视类不真诚的行为 仿佛是用来诱骗对方的调耳 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建立一段关系 如果你无法兑现那些承诺 不仅会损害对方对你的信任 即便能实现 过早的承诺也可能使关系发展过快 导致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幸运感 建立信任是一种技能 包括你的言谈举止 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及你的可靠性 在与女性交往时 除了不应亲意做出承诺来 还应避免无谓的自夸 如平仔也用我妈说 我姐说 我哥说等 这些话语可能显示出你的依赖性 和未完全成熟 虽然这样的言论可能只是表明 你还未独立 需要依赖家人的意见 但这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 仅仅显得你不够成熟 然而过度自夸或吹嘘 则是更加不可取的行为 这通常显示出一个人的浮夸和不切实际 往往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自卑 导致他们试图通过夸大自己的成就 来赢得他人的认可 这种行为不仅不会增加他人对你的尊重 反而可能让你显得轻浮 不被人真正信任 在任何交往中 保持真实和谦虚是赢得他人心的关键 自力更生 心智坚强 为人之本 毕命之要 在恋爱关系中 男生首先需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你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拥有自主决策的权利 过度依赖家人的意见 尤其是在恋爱中频繁引诱我妈说 我姐说 我哥说 不仅显得你缺乏自主性 而且可能会给人一种未成熟的印象 真正的成熟男性应当能够自行做出决策 而不是总是依赖于家人的指导与嘱托 谈恋爱的真正意义在与伴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一个理想的伴侣应当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 展现出责任感和决断力 不断重复我家人怎么说的话术 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情感上的不自立 这种依赖性是恋爱中的大忌 女性普遍更倾向于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伴侣 一个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并担当起生活责任的人 此类男性的形象应当是坚定和可靠的 平凡引用家人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一种不够坚定的个性 这不仅会削弱女性对你的信任感 还可能影响她被你作为未来潜在长期伴侣的看法 想象一下 一个男人如果总是引述他的家人的意见 他真的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和挑战吗 很可能不会 这种行为更容易被视为缺乏独立性和成熟度 在与女性的相处中 避免过度提及家人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谈话中减少使用如我妈说 我姐说 我哥说等表达 更能显示出你作为一个成熟独立男性的形象 这样不仅能够加强你在恋爱中的吸引力 还能够建立起更健康和平等的伴侣关系 这在千里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真正有实力的人往往是最低调的 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实的底气和自信 无需通过外在的夸张表现来赢得认可和赞赏 内心真正自信的人 其能力和价值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出来 被人发现和欣赏 而不需要刻意去强调 在与女性相处时 频繁吹嘘自己的成就或家事 试图通过语言来展示自己的所类优点 这种行为往往透露出一种不安和虚荣心 这并不是真正的自信 事实上这种过度的自夸 往往会被视为狂妄和轻浮 让人觉得你不够成熟和谦虚 反而会降低你在他人眼中的价值 相反那些真正成熟和可靠的男性 他们倾向于用行动而非言语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他们知道 真正的实力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而是通过一贯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的 这种行动上来证明 比任何语言上的夸赞都更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女性很容易辨别一个男人的真实品质 过多的虚言和夸大其词 只会增加他们对你的负面印象 并不会对你们的关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实际上真正聪明的女性会对那些能够安心做事 通过行动展示自己的男性感到更加欣赏和信任 因此在与女性相处的过程中 最好是坚持实实在在做人 诚诚恳恳恳做事 让对方通过你的实际行为来了解和认可你 这才是建立健康关系的正确途径 而那些无休止的自夸和虚言大话 最终只会使你陷入肝大了境地 当对方终于看穿这些虚假的炫耀时 你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言为心生 诺为心正 倾诺者多 难得坚实 在现代社交的虚拟世界中 有些男性可能会过于急切地在微信上提出求婚 这种行为看似浪漫 仿佛蕴含了一见钟情的元素 但实际上 大多数女性对此会持怀疑态度 真正懂得爱情的女性 对于这种出如其来的承诺 内心的反应通常是冷淡的一笑 这种迅速的承诺 承诺 往往被视为不成熟 甚至幼稚 不足以被当真 男性在追求女性时 常常高估了自己的魅力和女性的反应 他们可能误以为 简单的一句承诺或几句甜言蜜语 就能赢得女性的心 然而真正聪明的女性 不会轻易被这些浮夸的言辞所动摇 他们在寻找的是实际行动和真诚的情感 而不是空洞无力的承诺 在男女关系中 承诺应当谨慎给出 且事实适动 在恋爱阶段应做出相应的承诺 在更严肃的婚姻讨论时 才应考虑更深远的承诺 过早或不切实际的承诺 不仅可能造成对方的不适 还可能让对方质疑你的真诚与成熟度 男性在承诺方面 应展现出其责任感和诚信 真正的男子汉会遵循一言九鼎的原则 既一旦承诺 就必须坚持到底 确保言出必行 行出必果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最好是不要轻易许下任何承诺 这种稳重和可靠的态度 才是建立持久关系的基石 也是赢得女性尊重和信任的关键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但在这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 还有一种更微妙的距离 沉默 当一个人开始对你变得沉默寡言 不再分享生活的点滴 不再倾听你的喜怒哀乐 这份沉默便如同一条无形的河流 悄然在你们之间 筑起了一道难以愉悦的隔阂 这不仅仅是沟通的缺失 更是心灵距离的拉大 预示着缘分的逐渐消散 被人忽视的滋味 就像冬日里的寒风 刺骨而凄凉 当你发现 曾经无话不谈的人 开始对你视而不见 你的存在仿佛成了 他世界里的透明体 这种忽视于冷淡 无疑是对你情感价值的否定 在一段关系中 相互的关心和在意 是维系情感的纽带 一旦这条纽带变得松弛甚至断裂 那么这段关系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此时的你 此时的你 或许应该学会放手 让这段缘分自然地淡去 信任如尽 一旦破碎 难以重远 信任是人际交往中最宝贵的财富 而背叛与欺骗则是这面镜子上的裂痕 当一个人选择对你撒谎 甚至背叛你的信任时 他不仅是在伤害你 更是在摧毁你们之间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情感基石 这样的行为 无疑是对你们缘分的致命打击 面对这样的现实 虽然痛苦 但也要勇敢地接受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走出阴霾 迎接新的阳光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每个人的生命轨迹 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时候即使我们曾经紧密相连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变迁 我们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各自的方向 当一个人开始在你的生活中变得模糊 你们的话题越来越少 共同的兴趣爱好也逐渐消失 这或许就是生活轨迹的自然分离 虽然心中难免会有不舍和遗憾 但也要学会接受这份现实 珍惜曾经的美好回忆 并勇敢地迈向未来 真正地放下 不是忘记 不是忘记 而是释怀 当你发现 自己已经不再期待对方的回应 不再为他的冷漠而心痛 不再为他的离开而哭泣时 这或许就是你开始放手的信号 放下并不意味着失去 而是以一种更加成熟和理智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中的德与识 当你能够坦然地接受这一切时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原来放手也是一种解脱和成长 笼致人生就像一场盛大的宴会 有人来也有人走 当你遇到那些对你做过以上事情的人时 或许正是缘分已尽的暗示 不必强求 也不必遗憾 因为每一次的相遇和离别 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 去珍惜每一段缘分 同时也勇敢地面对那些终将逝去的情感 还没关要 优优独播剧场——松课